我一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但我非常怀念他 我知道父亲还活着特别想念他 1935年到1939年 我父亲在莫斯科工作 之后去新疆 这些我都知道一些 1943年他起身了 在官方发布之前 我就隐隐约约的知道 当时心里很伤心 很难过 我现在能感受到 父亲的心情 他要告别妻子 儿女和未出生的孩子 一定很难受 百年辉煌庆 敬告父母之 我想对他们说 后代没有孤顾他们的期望 我现在八十多岁了 始终是保持共产党人 抽筋不会变 最后我想告诉他们 国家现在的发展 比他们牺牺牲时 有了历史性的变化 我相信今后会更加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